白衣男子坐在馬路正中央 被警方團團包圍 他是一名車手想逃跑不成 被逮個陣著 看一下稍早畫面 民眾聽見槍聲 也馬上探出頭 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來是警方獲報有被害人 被騙上千萬元 因此假裝相約再次面交 大批警力到附近埋伏逮人 果然人出現了 發生在今天早上十點多 新北市林口文化二路及巴德路口 途中疑似被車手發現 開上國道試圖逃跑 遠景趕緊對空開三槍 成功逮捕兩名炸氣犯